记者吴生如基隆报道,基隆一名70岁苏姓保全人员昨日晚间80时上班前准备要将车停放在堤房旁,未料一时眼花把海面看成路面,紧急刹车已经来不及,所幸苏翁曾经受过两棋蛙人训练,冷静地从副驾驶座脱困,逃出车外被基隆海巡队员救起,信无大碍。 港区巡队人员昨日晚间80时,发现有一辆汽车直直冲进港区,立刻通报相关单位派员救援。 海巡队员在港区的海面上发现汽车落海处有一个人头浮出水面,马上抛直救生圈给落海人员,协助他上岸。 苏翁上岸后,向救援的人员道谢,并表示自己身上没有伤,意识也非常清楚,并不需要这户车送医。 还好当兵时,受过两棋蛙人训练,深安水庆所以在车子落水后,还能从副驾驶座内脱困,没被车子拖进海中。 基隆港警总队人员对苏翁进行酒测,酒测之为零,并无酒驾情形,但因为车辆入海地点位于东17码头,该处为马祖航线货轮靠码头,常有货轮进出,担心衍生航安问题,立刻通知基隆港物分公司派吊车将入海车辆吊起,暂时安置在码头边。